這也是DID的一比十二系列的產品 這隻手永遠都在拗癢的法國佬 不知道是否剛剛他特地遷就映期 是嗎? 是有一點的 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這樣適合得不巧 但問題是這套戲 剛才我們也聽到聲音 太不爭氣了 我是看完之後很失望的 為甚麼? 他無法拍攝他的英雄 即是一個大英雄 他不是大問題 他最厲害是掃了一個英雄 你說他無法拍攝像《Gradioator》那一齣戲 是的 但他根本不是想以一個英雄的角度去拍攝 我覺得他可能 因為現在主流的觀眾不太喜歡看歷史戲 他是想用一些新的手法 但又不想拍史詩 而且他拍的時候是疫症期間 不知道會有甚麼 難拍了 那又拍不到史詩 但他拍傳記 他又好像畏首畏味一樣 因為他太多蝙蝠要講 他講他跟他女朋友或者老婆 Josephine的感情事情 然後又講他怎樣登位 怎樣奪權 然後皇帝 最後又被人兩次禁錮 這樣 他講了很多話 他講了 基本上講了 我覺得他太貪 即是他想好 有野心 都講了 即是如果是一個英雄傳記 個人傳記 你應該先收窄範圍 即是少些史詩式畫面 但我覺得他這次平衡得不好 即是戰爭場面有 最後的滑鐵路 我覺得是草草收場 即是那幾個鏡頭 Micky可以增加一點 然後就講 反而男主角 小丑 我同樣說不到他的名字 應該讀 Hawken 那個字我其實不太肯定怎樣讀 Hawken Phoenix 對 Fenix 好像小鳳王 是不是那個字 他做小丑那個 是 他的演技 我覺得是很穩陣的 即是我形容是香港的王秋生 即是他做一些很有個性的角色 他完全是不會有失敗的情況 但是都是浪費了 因為他完全看不到 拿破崙的立體 最記得就是他和Josephine在這裡搞事 即是很喜歡搞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感情線都OK 但是整個描述真的 我覺得到不到 即是任何型的觀眾都到不到 喜歡看戰爭的 我覺得不夠好 喜歡看個人傳記 又好像不夠描述 又浪費了個演員 所以你的票房也是慘淡的 我想看看有沒有官套 有看 那說回公仔 這個拿破崙很明顯 其實是真的 知道吐氣上 我想他們會做拿破崙出來 其實是一比六他們出過的 一比十二是第一次出 希望他們出那些兵 老兵 因為我覺得一比十二 適合出一些比較大老 活可玩性高的東西 就好一點 擺多幾隻都可以 出一個大人襪 OK 大人襪就一個 這個服裝似乎是一個禮服 其中一套 就是拿破崙最常見的禮服 最多人認識的外套 理論上這套禮服 這個燕味 基本上不是經常穿的 上展場 我懷疑他除了這件 又有肩膀 又有燕味的服裝 然後換了這件典型的灰色 灰色的外套 這件典型經常穿的 這件典型的外套是用磁石 空口的扭門是磁石 之前也有試過這樣 我覺得挺聰明 一來不需要用真扭 二來他又可以做到一個山盒 這裡有一包的扭 他也預料到你脫掉 因為他給了很多粒子給你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鏡頭看到 這些一粒的扭 其實他真的會黏上去 沒有辦法縫 其實一比六都有用 用這個技術的貼上去 所以他預備你脫掉也很正常 拍到嗎? 你好像太高了 看一看 抱歉 這樣就拍不到 浪費了 我們再拍一拍 背部的扭 全部黏上去 就算是佛心 他有貼到 就給你多士啤 這個就是配劍 這個怎樣綁 等一下要研究一下 我們就這樣展示一下 我們綁它 這個怎樣綁 我想要看說明書 他有很多配件 我不知道怎樣用 因為中古的綁法 我只是那塊 全面那塊 這塊 不是那個顏色 我先講一下頭雕 頭雕肯定不是看電影 他應該看古畫 就是那個樣子 那っな例 這個樣子 就是不難形 頭髮 有稀疏 幾條小毛 他有尾巴 還要大腿 然後有一個典型法國人 大家知不知道 哪裏年輕人很英俊 他年輕人很英俊 你看回那些年輕人很英俊 他是靠一場仗 英國裁頭 在英國侵留法國 一場在海港的戰爭 就去炮兵的官中阶官员 戴上炮兵,搞定了场仗 就一路名胜利就,一路扶摇直上 其实是战神来的 早期真的无战不胜 这个是当时法国和欧洲展映的服装 这个你看到是个Gator 是一个很长的Bot 是一个很长的Bot 它就不是用皮 它就用一个,这次真的不是皮 这次好像是胶 这样就做 这个平时就不用,这个是大分章 我不记得了,不知是什么 好,我们看其他东西 首先试一试戴帘帽 大家找不找 我们又要多谢一位师兄 Mochizuki 这期Mochizuki常常出现 Mochizuki有赞助 多谢大家 这个拿破仑帽 正常是健康戴的 这是个个人特色 其实大部份的这种帽 人们是斜戴的 或者是这样戴的 不过他的帽帽 当时他自己执过 就很方便正面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说法 就是当他刺风 不是刺,刺风 是他刺风 是他刺风 当他登机的时候 正常来说应该是有一个教宗 将顶皇冠放在他头上 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当日他自己拿了顶皇冠 自己打在自己头上 对 电影也是这样描述 是真的 正常的皇帝 英皇也好 即使现在的英皇 都是由教宗去刺风 因为他有一些基督教国家 他认为是上帝 去加冕地上的皇帝 所以不是父亲加冕的儿子 但是他很超脱 听说就是说 是我自己拿回来的 类似这样的对白 是的 我们看到拿破仑那种骄傲 是的 一个骄雄 好了 这个剑带 可能在这里我们装 我们不弄了 因为我暂时不太看得明白 他怎么装 反正把剑可以脱出来吗 可以 不过不是金属 应该是金属 不然怎会做得这么薄 金属 是金属 我也比较冷 也挺重手 以这个尺寸来说 他是最瘦的 是的 拍到 他有少少佛心 就给了一个stand 因为一比十二公仔 是很难站 他就给了这个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 另外这两个是马登 为什么会 他会 固住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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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样的 随时准备骑马 是 没错 因为以前没有代步 在战场你不骑马 你等于 真的没有了脚 而且以前的脚都太烂了 是的 有人说我的麦克服太大声 是的 我尝试到 这个是这样戴的 我示范的正确 因为我曾经也接受过 这个是胶做的 所以小心点 你说得对 我有一点隔离 是的 带到 这个是马登 哪里 哪里 呢 等到 一会 这个马登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捉摸马套 跑得快些 我认为Johnny Walker Johnny Walker 是酒的logo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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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这个马登 那就用 还有什么用途 还没有了 咦 他用了 沒有啦 還有一抽手 還有幾隻手都是標準的 那阿波卡很想幫你穿衣服 沒有啦 因為可能要脫掉一件衣服就好一點 要脫掉一件衣服 我覺得而已 其實你可以的 不過是臉腫一點 1比12左右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按真衣服的情理去幾層穿 其實就不帥氣的 坦白說 我真的覺得建議 但是這件衣服可能 我想這件衣服未必能脫掉 黑色這件衣服未必能脫掉 所以我自己 好了 那不要浪費時間 不是 都很容易穿 反而這次我唯一有一個 覺得未必是最好的選擇 就是它的絲帶 因為它就這樣用那條真絲帶來做那個絲帶 好像不太黏身 所以可能 如果讓我自己玩的話 我會將它釘死 將它更加貼身 黏在衣服上 現在有些輕飄飄 沒有什麼重量感 是的 這是一比十二的生產商要去考慮 其實不是所有衣服都要去做衣服 最近你看到一比十二表現得最好的 其實是Batman 我說幾個牌子都是 因為它是膠衣服 你會出來的效果就很理想 加件袍就已經完美了 但如果你說多衣服 其實我建議都是 畫龍點睛 還有你減輕成本 就是對玩家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那這個拿破崙希望是第一彈 希望他繼續推出一些威靈頓 或者是俄羅斯的名字 很多當時的名將 奧地利 或者是意大利 或者是他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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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泛文 很多泛文 那些當時的拿破崙有很多名將 那個年代 不過說回他的歷史 其實拿破崙有些人稱為魔王 因為那段時間他令到 只是法國人的藍五丁人口 也損失過百萬 他一場仗打莫斯科 他也損失了幾十萬個法國軍人 我想說就是這個磁石扭扣 這個選擇是很正確的 這個反而真的 很好用 這個有些風箱很像他 這個綠加上帽子就完全是 這個磁石片戴褲是非常好的做法 真的很方便 一穿上身就自己拍賣 還有拿破崙是矮子 我聽過的版本說他不矮 是當年那些英國人為了諷刺 你知當年沒得上課 沒有Wiki 他說他矮就說他矮 他就經常去醜化他 去中傷他 又可以這樣說 他的高度 其實18、19世紀的歐洲人的高度 如果他有五尺七已經是矮 因為二次大戰時 平均歐洲人的高度 都是五尺七、八尺之間 是很矮的 你看回現在的博物館那些裝甲 或者是衣服 你就可以看得出當時的人 應該這樣說他是中等身材 不是一個高大身材 那些觀眾很厲害幫你補研 那時有六十四萬多人 只剩下四萬多人 是呀 死了多少人 只剩下一場仗 納雪德國也是 納雪德國更差 因為他有一層天然的保護膜 是的 他有冬天 其實兩場仗都是輸冬天 大部分的法國兵士 冬瓜 我死多過打死 他還要焚城 燒了我城 你什麼鬼都沒有 於是德國吉城 就走了 這也是他一個 其實比華致路更加傷的一個戰績 因為那裡已經回到家鄉 我想都沒有人喜歡他 輸得這麼大 Waterloo Waterloo 就不是Waterloo 最近我看到港產片有一部電影 又是用70年代的歌 我很喜歡 什麼戲 先說 你看了嗎 看了 還在猶豫 絕對看一個 好 待會見 好